高中市區中正路六台 警用進口重機車 列隊整齊行駛 突然外線車套一輛休旅車 左迴轉還沒打方向燈 猛力撞擊第二輛警用重機 远警連人帶車噴出去 後方重機車趕緊剎車 位一標誌耗線行駛 然後也沒有打方向燈 警用重機車殼多出裂痕 車頭變形後照鏡斷裂 远警手腳多處擦錯傷 肇事休旅車 左前保險桿斷裂 車燈撞破 近日有新進的同仁做異動 就重型機車的部分來做演練 被撞傷的警用重機 隸屬交通大隊 一台要加120萬元 相當於一輛進口車 號稱標載客星 因為最近远警一波調動 大隊讓新進同仁 熟悉道路環境並演練 前後都有警車開到 但還是發生意外 撞擊的毀損 有送交相關的車行維修 肇事駕駛沒有酒駕 但發現自己撞到警用重機 也傻了眼不斷道歉 但沒打方向燈又違規迴轉 不僅要被罰錢 還要賠償重機車維修費 代價可不小 記得對面王書宏高雄報導